上回说道 丁果柱就故意延时被黑衣银刺中 郑伟结合嫌疑人体貌特征 很快锁定了江小海 郑伟想试探江小海 故意带她去泡道 看看她是否有受伤 结果不但没有 反而发现了一道熟悉的伤疤 这样郑伟想起了 小嫂相依为命的弟弟乐乐 但乐乐早已去世了 不合死而复生 原来当年的乐乐 是被银贩子带走了 最终两人兄弟相应 不管什么事 咱哥俩相互估着 郑伟也暂时打消了对他的怀疑 专案组众人连夜调查毒品 却没有收获 顾一言建议转变一下思路 从源头看史查 兵不是化学品 可以将目光放在药厂 化学厂 顾一言在查看账目时 发现余汇药厂存在问题 而江小海的姐夫王建民 就在这家药厂上面 与此同时将影子来给王建民送饭 财务含力一边对王建民大献引擎 一边对江影子阴阳怪气 江影子笑脸回应 但透着一丝怪异 不久之后 韩丽的尸体就被几个钓鱼老发现 郑伟看见被害人的照片 不敢眼熟 这不就是王建民药厂的财物 郑伟立即申请病案调查 郑伟和顾一言前去找王建民 发现他手臂处有严重烧伤 伤口与死者 韩丽的牙齿缺口竟有些吻合 王建民只说 韩丽压恋自己 但自己家庭美满 对他毫无兴趣 顾一言通过走访了解到 韩丽不害钱 曾负责过一个账本 原来那天 韩丽无意见创破 江影子和厂长密谋制作毒品 并在厂长的办公室 发现有问题的账本 韩丽拿着证据 找到王建民 所要报警 王建民呼其心切 从而杀银抛死 当郑伟顾一言赶到王建民家时 他已经跑路 大家猜测 他会去药厂 销毁账本原件 等到地方 办公室已经火光四射 郑伟冒险进入火场 将他强行带出 王建民醒后 一口腰死 因为韩丽要当小三 而急行杀银 郑伟并不相信这种理由 想进一步审去 然而他却闭口无言 幸运的是 试检报告提供了新线索 法医在韩丽的口馆内 发现了一片未吞压的塑料 我看着像某个东西的商标 郑伟前去江影子的江来药店 想从他嘴里套出些信息 没成想他十分镇定 对答如柳 郑伟无功而返 却注意到了药店的招牌 原来韩丽吞下的塑料片 竟来自这药店的包装袋 另一边 顾一言也从药间局 拿来药厂的流水 发现这药厂 就是个实打实的毒物 郑伟紧急召开会议 分析案情 药厂是用来自毒的 且和将来药店合作密信 郑伟明白 王建民的杀人动机 就是要保护江影子 但盈言缺少直接证据证明 江影子涉毒 专案组只好假借凶杀 让药厂停业掌盾 再顺腾摸过 我就不信了 江影子这狐狸 他还不出动吗 不久 江影子来警局 请求探视王建民召具 正当他离开时 老舅一眼印出 他又是当年大毒枭送康的警妇 专案组推测 江影子可能之前就掌握了冰毒配方 经过改良后 自成了现在的血天使 在丁烧江影子的过程中 有个叫白灵的女人引起了怀疑 她常在一个奢毒场所出现过 但他们十分谨慎 一连好多天 专案组都没有进展 功夫不负有心眼 这天夜里 李文龙孤言出现在邀电门口 原来白灵和李文龙是对情侣 也正是这场关系 让他们露出马脚 专案组在两银交流件 得知下一次出货 就在十七号 走货当天 郑北安排了严格的交通检查 果言发现了李文龙 但却没有搜出毒品 郑北回到警局告诉大家 盛程已经出现了血天使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把毒品运出去 而且盛程有个捡破烂的老陶 因血天使 猝死街头 郑北故一眼 亲自来到老陶家后 发现当地警方已经介入 但占无线索 就在一场莫散之日 被抓的二金哥 点名要见郑北 二金哥表示 自己的眼皮 一直跳个肚子 想请郑北 去看望自己为一的女儿 金飞 郑北满口答应 调查后发现 金飞曾被琳达强奸 而且眼上了毒瘾 江影子不但没有教训琳达 反而包批她 郑北立即转告二金 并劝她做无点证诺 可以找一妇女团聚 二金痛定失痛 决定不再替江影子卖命 并坦白 自己在被抓前 前夜曾拿过一包衣服 说这就是运输方式 顾一言通过化验衣服 也确实提取到了薛天使 他回想起 在老头家发现的毛巾 果不其言 也检测出毒品成分 这天正被发现 李文龙跟在一辆运输车 进入万黄酒店 专案组立即乔爽 收集证据 拿着收集回来的毛巾 竟全部被奢毒 究竟是哪一个环节 出了问题 万黄酒店 在贩毒集团中扮演什么角色 薛天使 在盛城的中间倉库 究竟在哪 敬请关注下期答案解密 记得上咪咕视频 探许咪宫正片